2015国际自由车环台赛 后天周日就要点燃沾火了 今年的赛事一共有五站 其中的第四站是登山站 台湾一哥冯俊凯也准备好 要挑战环台赛登山王的四连吧 一年一度的国际自由车环台大赛即将开始咯 今年中华队由一哥冯俊凯率领五位台湾最快的表风骑士 这个星期天开始 一连五天就要踏着风火轮跟国际顶尖车手 在台湾美丽的赛道上拼速度尬时间 这一次不止路线比较难 尤其第四站 然后队伍也比较强 对 所以今年的强度一定会比较高 其他队会比较紧张 因为我们整个队每个人都很厉害 所以让他们不知道要顾哪一个吧 2015环台赛最受瞩目的奔战 就是第四站KOM登山站 车手将会从日月坦出发 一路冲上海拔超过2600公尺高的玉山塔塔江 终点是在阿里山国家公园 对于要力拼登山王四连霸的冯俊凯 这一转绝对要卯足全力强下胆战冠军 最后10公里有两段的起伏是比较抖 那一段会拉开小集团的可能性比较多 今年的自由车环台赛 一共吸引了32国23队188位车手共享胜举 星期天将从台北市绕拳赛解开序幕 大会也希望今年透过提升路线难度 让环台赛可以从现在的2.1级顶级赛事 升级成2.HC等级的国际公路赛事 牛电TV甘棒姐未处于台北报道